大家好,我是将军小生。今天是1月27号,发完这一单酒,咱们就下班了,因为今天呢,咱们在贵阳请贵阳的同行朋友还有粉丝朋友们吃杀猪饭的活动,然后今天咱们是杀了一头500斤的大肥猪,早上起来就去忙着搞到现在,快做完了不,我没事,你没气我也没气,另外呢,我们还搞了一个几十斤的烤全羊啊,所以我们发完这单酒呢,咱们就下班,然后过去, 吃好吃的,然后今天还有更多美酒 印货给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老大哥的,给他发过去 这个呢,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分享过了,饭针迅土盒,饭针八十大寿记面,迅土盒,这个便宜的时候,二零年七千来块钱一瓶,现在买这么一堆,得五万大几,将近六万一堆 就这两瓶酒,没听错啊,比羊马套还要贵,那么其次呢,是这个国之四礼,国之四礼这个酒吧在视频里面是分享过一次,但已经好久没好朋友分享了 所以想着在发货之前呢,好朋友们再来聊一聊这个,其实更多的是来展示一下,因为好像也没啥好聊的,之前这个特点,来就看一看吧 一个小箱 里面装有四瓶酒,装箱单在这儿,2015年的 里面的四瓶酒呢,是四个颜色 这四瓶酒呢,它相对应有不同的一个名字啊,咱们从红色这瓶开始吧 红色的这一瓶,大家可以看它的右下角 叫红顶,然后标注小平量勾兑的酒子 那这四瓶都是小平量勾兑酒子 红顶 黑墨喜 降尊 和 金爵 对,这是这四瓶酒 那关于国之四瓶这个酒咱们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 唯一的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关于一些,关于宝台的小知识啊,和这个有关的人 有更大容量的国之四瓶,是 有个单独一箱的,您就比如在一小箱子里面装的四瓶金色,或者装的四瓶红色,四瓶那个其他颜色的,目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一套酒目前的一个行情的也是在那个3万多块钱,所以这个加这个吧,两套酒就到了那个9万多,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,该说的信息都已经说了,另外呢,是我们这位老大哥呢,还让我给他准备一套有益死者啊,实际是已经准备好了的,来在这,但这有益死者里面有一瓶,那我感觉那个课程差一些,我就给他说,干脆要不然就先算了吧,等那个有更合适的时候再给他选择,所以在我们这,就算是您不懂的情况下,我们也会给您去拔好每一个细节,好吧,准备打拖发完货,咱们就去吃 大家看后续的试一下